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lassical Rheumann-Hubert Correspondence的一个PiDicAnalog 那么这原始的问题呢 说希尔伯特在这个数学大会上 这个1900年数学世界数学大会上的23个问题中的第21个 那么考虑呢就是说是否存在这个线性微分方程 使得它有我们预先设定的一个monodromic group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这下面是希尔伯特的应该是原文 我在网上找到的 in a theory of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one independent variable z in which to indicate an important problem when which very likely Rheumann himself may have hide in mind the problem is as follows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叫Rheumann-Hubert的problem 因为他把这个最早这个问题至少attributed to Rheumann 那么这个问题呢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是没有shift这个观念的 如果从shift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的解答会非常完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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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角度来讲会非常完美啊 你会有你会有两种东西的这个啊 这样一个correspondence 一个是这个dmodules 但是加一些条件非常粗略的一些 然后这边是predest chips ships 那么这个那么回到希尔伯特原来的问题 那么他实际上说你要造一个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实际上是要取整理截面啊 这个整理截面其实不一定存在 但是如果从shift的角度来讲啊 local这个问题总是可以解的 然后我可以做一个shift之间的一个一个correspondence 所以说啊从shift的角度来讲 这个问题是一个完美的答案 或者说用shift的这个问题 会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问法 ok 那么德林的这个Rheumann-Hubert correspondence 就是在一个比较啊 在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下 那么X是connected smooth 啊 傅在出处这种情况下 那么他德林高造了一个这个correspondence 三个objects 之间的correspondence 一个是category of final dimensional Compass frequentation 那实际上就是local system 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tobological的一个东西 tobological的五百点 然后还有category bundles 有一次可及联络 在X的解析化上 这是一个analytic 这是tobological 这是这个是analytical的 最后一个对象呢是这个这个caliber 啊 所以德林这个这个这个regressing clarity 这个条件是是啊一定要加的 否则的话会存在有什么 会存在两个这个不同 德林这个功率当然是非常基本 就后面你可以把它推 把更多更 推广啊 所以一些代数错的情况下 有这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那么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先把它做到PI这个情况 但是就是 嗯 我们不能说完全做完了这件事情 但是呢就是从算术应用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些还是 还是不错的东西就是 有很好的算术应用 啊 然后呢 这个是有一些啊 reference啊 就是这几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 就是这个 朱熹文最早的一个文章啊 那么就是对 主要是对rigid poverty 做了一些啊 一些工作 然后呢 主要的就是这个 今天讲的主要是这篇文章 就是 就是你怎么能做一把代数东西放你去 像德林刚才做的 对吧 你可以你你你局部系统跟这个 就是解析的跟这个啊 呃 跟这个啊 我这里可能要要稍微提一下 这里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到这个的对应是非常简单的啊 就是说 这个到这个 比如说一个L 嗯 那么这个这个L呢 就是到这里边 就这个方向是非常简单的啊 这个L呢 那直接就 探索一下这个structure shift 行 你把这个C做concent shift 然后呢 再探索一下structure shift 就可以了 嗯 这比较简单啊 这比较难的就是说你在 你在这个代数的时候 怎么把它放进去 把代数跟解析做比较啊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在第一篇文章里 我跟周权做的就是说 做的这个主要是 在解析的情况下 就是极部系统怎么达到 得到一个科技联络 这个当然实际在Piati 情况下也不垂远啊 我后面会讲到就是在Piati 情况 中下情况 比这个C的时候要看起来复杂一些 但思路是一样的 然后后面就是把代数的 也放进去啊 这就是主要这边的 然后后面的这个 这个是一篇相关的 做一些foundation的文章啊 因为我们需要一些log log artic space log的这种Piatic space的这种 这种这种基础 没有这种 之前没有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 所以foundation 然后最后这个是一个应用的 就是 对这个 rigidity 对他的Piatic 也给他搞毛了就能证了这个poncard 来吧 poncard duality ok 然后 fix fix notation 就是在整个的这个talk里边 可以是QP的一个有限扩张 CP呢 是这个配的一个完这个完备化 这个完备化 可以的带入必报的完备化啊 意思的number field 那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说你这个 你这个有理数q啊 然后做做做这个完备化的话 rqp的完备化得到实数r 然后再得到辅助c 然后这边得到一个qp 啊 piatic完备化 然后就得到一个qp吧 但是qp吧本身呢 它不是完备的 因为这不是个有限扩张 所以你还要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完备化啊 那么这个就是cp 再做一个完备化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出来这个pi 情况跟这个普数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啊 这已经看出一个不一样 ok 然后我们 介绍一点这个basic的这个piatic analytic geometry piatic解析几何 那么在这个 那么我们的类比的对象呢就是 complex analytic geometry 啊 那么在piatic analytic geometry 的话首先我们 比如说我们想 我们可以就是说 如果你用complex analytic geometry 的思路来考虑的话 你会发现有些问题 就是说 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在拓扑太坏 就是说这个在piatic apology 这个就是 你考虑gp啊 mqp啊 k啊 这些东西 他的问题就是说他都是totally disconnected totally disconnected 这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件事情啊 这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我们没法在这上面发展这个微积分的那套思路啊 那我们接用的还是说 呃 golden dick 那些想法啊 我用代数 然后用考虑的spectrum 这种这种想法 当然这里面 我需要把分析的一些东西放进去啊 比如说这个one dimensional theta algebra 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所有的这种啊 密集数 然后呢收敛密集数 就是说他的系数呢收敛于零 那当这个密碎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东西 是这个piadig的analytic geometry 也叫rich geometry 这个东西也叫rich geometry 如果你听到rich geometry这个词的话 这个就指了piadig analytic geometry 就是他的最最最第一代语言叫rich geometry 1.0版本 那么就这个rich的零点定理啊 就说你这个啊 他的所有的极大理想什么样子 那就是所有的这种情况 就是说t呢可以取一个x x是k8的分析元素 然后呢 x的这个绝对绝合相当的1 那你发现你把这个东西带进去之后 kx是可以是是是是make sense 是可以硬硬 就是是要得放一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kt 你可以打到什么东西呢 可以打到这个k8 嗯 呀给打到k8 然后呢这里边这个f ok x就是小等1 你把它带进去 你发现逐项收敛啊 那么在piadig世界里逐项收敛就意味着求和收敛啊 这就是枪三角不总是所保证的 嗯 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piadig analysis 这个 要比福的分析要简单很多 但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totally disconnected 这件事情 啊 是的他又非常难做 ok 那么所以说实际上呢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看它的点 看到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b球啊 就是b球啊 就是b球啊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单位b球啊 然后我们就代数的这种spectrum 这种这种方式给它渴望出来 ok 那么你可以把它推广的高位啊 就是这种啊 这种高位的东西 这个n dimensional theta algebra ok 这是n dimensional theta algebra 嗯 那么它定义跟这个e纬是类似的啊 你可以自己figure out的出来 然后呢 你可以考虑这个指数啊 这个对用的就是n纬的b球 考虑它的指数 那就是磨掉一个理想 那么这个 可以证明啊 这个理想呢 一定是个b理想啊 一定是个b理想 ok 然后呢 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个 就所谓的这个rigid variety啊 就是就是一个affinoid 就是affinoid的在rigid世界里 就是相当affine的代数世界里啊 就是可以affinoid space 那这东西粘起来 那么就能形成 所谓的category for rigid analytic spaces ok 这就是basic的这个pialic geometry的这种 这一二零啊 最原始的 从t那时候开始这样影响了 然后面还有很多进化啊 比如说现在就用这个burkage space 或者artic space 那这个我们就没时间讲 do some sense 然后再讲点这个basis of这个啊 基本的pialhage theory 那么pialhage theory 当然就是说我是想做一个经典的hage theory analog pialhage analog 那我怎么做 那经典的这个比如说这个doram comparison 这个东西他还没设计到hage theory 虽然都还没有你harmonica 这种class 这种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这样一个一个 一个同构 对吧 这个同构呢 就是这个pialhage 和doram 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doram 这个比较定理啊 那么他的做法呢 正法呢 就是就是做积分 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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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呢 然后这边doram 上面有个form form在赛口做积分啊 ok 然后再用pialhage theory 你就你就这个 可能不用pialhage theory 就是就是上语调 下语调之间的duality 你就你就会得到这个这个结论 做积分啊 ok 那我现在想做一个pialhage analog 但是呢 我这个在pialhage theory 做积分是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刚才讲还是刚才那个最重要的一个 一点就是他这个啊 totally disconnected啊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据我所知可能还没有pialhage theory 世界里还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完美的一个 像泥曼积分那样一个理论啊 做积分 那么这里边呢 这个啊 那既然做了积分 那么我干什么事情呢 我就回到最原始的 就这个地方啊 就这个地方 都对比这两个东西啊 嗯 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扩张啊 QPBOTQP 他这个GALOA群 这个边的GALOA群 只有两节实际上 对吧 加上一个complex contribution 这边是个GALOA群 QPBOTQP 这个东西非常大啊 这个东西有非常丰富的信息 ok 那么呢 我这里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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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的一个想法是说 ok 我利用GALOA的信息 然后呢 我把我需要的东西呢 给它somehow 给它给我一个guidance啊 给我guidance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地方写成这样的样子 就是说你这里边 你当然可以考虑这个x是一个proper smooth over c 但这样就没有什么tensor c的东西 直接就很简单 一个导师说 没有就tensor了 但问题是我写的这个样子之后呢 它有个好处是说这个东西的respects 这个啊 这个complex contribution complex contribution 就在左边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beddy commodity上面 你可以在c points当中 complex contribution可以做 然后这里边你也可以作用啊 就在这上可以作用 在这上可以作用 在这上没有作用 多让commodic就是就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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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omplex contribution 但这上可以做 啊 那么这个几个作用 左边是tensor product 右边是一个作用 你放在一起呢 就就就这样一个啊 这complex contribution equivalent 这个很重要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在c上的时候呢 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东西 但是在放在pi 这个情况的话 它就很有用了 因为这个那个时候的卡路尔区非常大 我有非常丰富的signetry在里 ok 那么仿碳这个这个东西都起源于仿碳 仿碳前几年也是不幸的趋势的啊 那么仿碳是bdr呢 就是pi这个analog of the complex numbers this is just right by the drum comparison theorem 就是我为了使这个东西成立啊 我为了想造一个pi analog 我首先 来找到一个这么个东西 把像c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是所谓的仿碳的bdr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呢 我后面还有马上要讲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有个丰富的卡路尔区的作用啊 就是这个卡路尔 qp2 qp 这种在这个bdr上 啊 然后整个这个这个掌编呢 啊 都是这个respects 这个卡路尔区 也是一样 这个asomorphism 也是也是这个要respects 的卡路尔区 respects ok 就是最后我们实际上是挣了这么一件 faultings 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说 访判引入了这个bdr 这个bdr不是随便引入的 他实际上是有后面是有是有想法的 是有这个合理性的 为什么做这么一个东西啊 然后呢 有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后面访判猜想 我们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统构 典范 当时典范统构了 然后又factorality 然后呢 这个统构呢 要要respecting the gala action 因为这边这个是有gala action 这是有gala action 这是有gala action 这是有gala action ok 那么这个bdr是怎么是是什么一个东西啊 bdr是什么一个东西 那么他是一个啊 这里面呢 这个就这第二步第二段给了一个给了一个描述吧 那么他是一个啊 cdvr cdv dv 应该这么说 你有个bdr plus ok 然后呢 这个bdr 实际上是bdr plus 才给它invert一个可能你可以uniformize bdr plus bdr plus 这个是 一个complete dvr cdvr ok 然后呢 t呢 这个是个bdr plus 是一个canonical uniformizer canonical uniformizer 然后呢 你把这个bdr uniformizer 那你就得到了 sorry bdr plus ok 我主要强调一点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bdr 不是cp啊 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一点这件事情 就是说 你从我们那个自然的构造 你当然会觉得啊 人是不是我可以把这个 cp放在这里面啊 因为那边是c 那么我 对次的把cp放在这里 可不可以啊 cp 如果你把cp放在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比较定理的话 就知道 这么一件事情啊 就是这里边 因为这个是这个东西是没有没有gall action 这个东西没有gall action 或者是triogal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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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ogall action的话就说那什么东西啊 就推出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你这个hack homology h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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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ology chlons ok 那么这件事情的话 你回到这里来啊 那么实际上cp呢 就满足不了这个条件 因为cp的话 你把它跟这个triogall action twist一下 啊 这个成偿是等于 cp twist и sausage Piallic Psychotomic Character Piallic Psychotomic Twist Character之后呢,你去嘎罗不变的就变成零了 但是这种Piallic Psychotomic在几何里是肯定会出现的,对吧 比如团圆曲线什么这些东西,你肯定是能看到这个Piallic Psychotomic Character 所以他一旦出现以后的话,你这样的话,探索CP以后的话,去嘎罗不变量的话,那是零了 就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是说,他永远探索,探索币价去无变量,永远都是怎么样 都是跟他为数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就告诉你,这个币价不是CP 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CP肯定也在里面 就实际上呢,就是说,从我刚才的分析里看到,看到CP1这个东西 或者cp,跟general的cpn这些东西,都应该somehow的出现在这个环里头 这个环实际上就是说,你探索它以后去嘎罗不变量 有充分大,换句话说,它能,它有它足够大 它如果从分析的角度讲,它是个足够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使你来解这种这种嘎罗的方程 那那那那ok,那somehow,你cpn应该在里面 某种意义上在里面,这样你twist by一个什么 这个Piallic Psychotomic,再去无变量 那么可能就都应该在里面,那它就会就会有足够的无变量 所以实际上呢,这个情况是这样,我们有一个t是一个 它的unif canonical,然后呢,你这个cp和cp1怎么看出来呢 你有这样一个non-trivial extension,还有这样的non-trivial extension 那这点非常重要啊,这个non-split,这个galovaeqr的extension 所以说,所以说告诉你什么事情呢,就是pdr plus 这个东西 这样一个就是,asimorphic 如果你把所有的cpn,把集合起来,做一个分次环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对吧 你t是一个cpn的话,你有足够大的不变量 但是这个tricky的地方就在于这个bdr plus 实际上不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把这些东西能够,它有一个cp和cp1的一个non-trivial extension 这个东西很漂亮,在这里 然后我可以讲一下这个bdr plus构造 如果没有接触过它,一开始会觉得比较怪 这个就是说所谓的telting的这种construction 后面这个bd shows也是把这个东西推广到更一般的perfectology algebra 你把cp呢做一个反向极限 然后这个连接优胜呢就是xxp四方 然后最后得到一个东西是tnp的东西 这个不明显 但是你可以证明实际上是得到一个特征p 在这个东西自然的有个特征p的这种 这种这种域的结构 那也是个代数bd这样一个蓝背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域 然后呢 有这样一个构造以后的话 这个sirp代表这个powerbound elements powerbound elements telting vector到cp就有一个映射 就是这都是自然的带数的东西 然后就不细讲 kernel theta就是就是一个主理想 因为是这个pflat实际上就是这什么东西 这是个例子 这是在cpflat的例子 这个东西是cpflat 实际上就是第一个p 然后把p开p字方 你选它一个p字方固定主 然后再开一个p字方 对吧 那么这个根据这个呃 根据构造的话 你知道它在这里面 然后你去telting similar lift telting similar lift的话 就在beat vector里面 对吧 很容易验证p-pflat这个bracket 通过c的用过去之后呢 就变成0了 因为这个c的这个c的这样一个东西呢 pflat的bracket 用过去都是因为它的这个写成这个序列之后的第一个元素 就是p-p-0 c的 里面就把这类型的 去 您长得带点 分极了 结果就是这个 这个 其他的 分析 用的 P 它用的带点 呃,然后比较呢,就是把这t invert,这个ipsum,ipsum什么东西呢,是这样,这个东西叫patic two pi 嗯,that's right ok,patic e to pi,ok,t是patic two pi, sorry,这应该是p,t是patic two pi,这个东西是patic two pi patic two pi ok,那么这个就实际上,这个ipsum实际上就是patic e to pi,那么它就是第一个元素是1,然后后面的元素呢,第二个元素呢,是它的p次,p次根啊,但是不等1,所以只能是本源的p次根,然后在下面的,就只能是p的平方次本源的p次根 相当你固定这么个元素啊,这个元素当然可以选取,但是你要固定住,应该固定住以后的话,就做一个,现在是这个orientation这样一东西啊,像定向,反正方向不定的 我们可以定义这个,什么叫drama,representation,patic representation theory,p呢是一个p的representation 那么这个圆 encima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 theorem lov 叫drama적인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v是个buy tweelocom 然后呢,这个 就是这个表示,然后还要求这个运车是连续的 这边右边是有个自动的PID Apology,所以这个叫PID representation 然后你可以定义这个不变量,叫DDR,就是把Vtensor这个不变量以后,DDR以后再取格到不变量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finite dimension k vector space 而且呢一个basic fact是说这个dimension永远就是小于等于v的dimension,所以qp vector space的dimension 那么我们叫这个VDR,就是它叫DDR,当这个等式是成立的 那么DR,comparison theorem,就是从从这个etalkal moji,propersmuseverted etalkal moji,来的这样一个东西,都是都是DR comparison定理是什么东西啊,刚才就是这个地方 在这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啊,就是DDR,我们的韩子DDR,来作用这个etalkal moji 它实际上是canonically通过于这个hibdx 那么这两个为数相等啊,因为他们tensor币价以后的为数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为数相等,所以就告诉你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是drawn representation,它是drawn的 那么算术的一大目标呢,解决算术,至少现在就是在算术里的起源,这个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大家不同的这种啊,这个驱动力的问题啊,那现在就知道一部分的这个 代数几何部分相关的更多的一些算术呢,其实他是想理解什么东西呢,想理解这个,从这个motive这个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来看的话,他想理解,比如说啊,什么东西是从这个所有的几何,这种这种,这种 number few上的这种代数粗啊,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这些etalkal moji,想理解这样一个东西 那来刻画这些,那么那么这个有多让我们这个条件呢,实际上就是给了一个,给了一个啊,能够刻画这些从几何上来的这样一些etalkal moji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一个工具啊,那么反正mether conjecture是说啊,geometric representations are subquotions 这边我没有,没有地方写定义,我就手写一下,geometric representation 那么它实际上呢,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v,是个fine dimensional 还是一样,Piatic 还是一样,Piatic representations Piatic representation Piatic representation Piatic representation of这个Galowa E value,现在变成了number field 这个E是个number field 然后我要求什么东西呢,我要求在所有的Piatic place 那么这个 v is drawn opiatic opiatic places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说这个 这些是Ramifat 最后还有一个是VOdd 那这件事情现在可以去掉 因为这个Odd representation可以好像证明 不存在 sorry even representation 好像是不在不在不太存在 所以可以不用写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就是说你如果这个确实是从一个代入处 你考虑他的number field 上代入处 你考虑他在一套科目 那当然他们这个条件 就是除了有限 他都是让你发现 然后在辟处呢 他应该多让 这个有这个比较的一个这个多让比较定理 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呢 这个反正没在猜想说反过来就对 就如果你给这样一个global的格罗表示 就是global的格罗表意思就是 number field 上的格罗群的表示 如果你满足这个geometric 一个条件的话 那么他也应该是从方数得到的 做一个sub quotient 这样得到的 那么这个就是当然就是一个核心猜想 就是目前这有一些GL2应该是都做出来 那GL2 Q 应该都做出来 其他形状行动还都是有一些progress 让这个在塔尼亚玛西面猜想 就是wells做那个分码大定理 做那个塔尼亚玛西面猜想 也是这个方单没在猜想的一个特例 ok 然后 刚才讲的那个是就是相当于是说 global representation global representation的话 你可以看成就是说 一个点的情况 一个点就是spec k 那他的这个fundamental group 就是就是感到群 你可以把一个点放成一个 变成一个volarity 然后变成一个最合适的一开始 考虑这个刚性素 rigid variety 那么就得到relative 比较的hugic theory 那这里面就比较technical 我就 我就觉得比较sketch一下 就是说你可以 类似的定义这种 刚才的那种构造的 这样一个 像cpsv flat 你把它推广 推广就是说所谓的perfectoid algebra algebra 那么这里的perfectoid algebra怎么得到呢 就是说你可以 用这个tilting equivalence 实际上就等价于说 你有一个r-flat 是一个perfectal algebra or cp-flat 然后你做这个readvector 对他的power-bounded elements so be the vector inverting p 然后再磨掉那个c ok 那perfectal algebra呢实际上是一种 你有代数嘛 你就可以考虑它一种谱 ok 那么这种谱实际上我们这里实际上是用到所谓的artic space 是用语言 就是它比那个rigid reality 它是相当于3.0的可能性 但不管怎么样 你有这些perfectal的algebra 你就可以得到athenoid perfect perfectoid spaces 你考虑这种代数 还有谱 ok 谱的话就是 然后你一粘对吧 gluing 就用一粘 gluing 就得到perfectoid spaces 这个就是perfectoid spaces 然后这个perfectoid spaces 怎么来起作用 起作用 我们关心的还是说 通常的那些粗 刚性粗也好 代数粗也好 那么perfectoid spaces 怎么起作用 就把它们放在一起 你把它放到一个site里 几何的 高端提克这个处理几何的角度 你要找一个好的site OK 我们这个就是所谓的perfectoid set 通常的话 这个x 这里x是个rigid space 通常的这个exit 这里边就是什么 就是y和x 对吧 然后这是给他毛肥子 我这给他毛肥子 至少 x如果是finite type的话 y当然是finite type 但是这些perfectoid 这些东西 他们都不是finite type 他们很大 所以呢 这个稍次就就引入了所谓的pro一套site 就是他的objects是一些proobjects 就是说他可以通过finite 到的东西取一个inverse limit 那么这个东西 当然就可以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他实际上是co-filter inverse limit 这是他的objects 从某一步开始 那么这个UI的UJ呢 就一直是find out cover 就这里是后面后面就越来越大的一个find out cover 当这里就他一点的语言 后面他的语言又变化 我现在他讲都是一点的一点都比较容易理解 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 然后covering是说 families of pre-atomorphisms 因为这个这些space本身也有他们的underlying topological space 意思 这就是underlying topological space 定义 underlying topological space 就只要你在underlying topological space上是个cover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个cover OK 那么有了这个set 你就可以在上面做几何 那么好的地方好的好的这个好的事情就是说 最棒的一件事就是说 这collection 这点是collection of 那个corrhota space 实在是这个pre-atomorphisms 上面的这个一个basis 这个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件事情 你有了这个basis之后的话 那么很多因为很多构造的话 实际上我们只能在perfectoid lg本上写下来 比如访谈那个东西 我们待会会提一下他的 怎么把访谈的玩意做 sipification 层化 那么只能在这些好的这种object perfectoid的这种东西写下来 但是他们构成basis 那么你自动就研究到整个side上面 OK 就这个very important 然后一些也基本的例子 这个原来cp cp当然是perfectoid 这没问题 然后你现在为了加上 加上变源加用进去 然后呢 也是这个perfectoid 那么你 关键在于说 你不管要把这个变源加进去 还要为了什么 把它的这个 这个开p的多少四方 啊 p开p的方 这个 这个方密 就是这些根 也改了换进去 这样才可以 所以r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他的flat 就是这个cpflat加上这些tflat 然后他的这个正负plus minus p的我这个这个若干次方分之一次方 那则方根 那么tflat的实际上就是这个 然后不停的开p字根 然后你一样得到原来的c的map 然后呢 谁的这把tflat变成t tflat bracket 跟我们前面一开始讲那个情况一样 你把pflat bracket 用c的作用一下变成p 你这么硬一下的话 就用这种tation tation的representative 这种elements 他硬过去之后 他都是硬到这个 就是他写成这个序列之后的第一项 同样的cernal c 那也是个c 我这里面说一下 我这里面讲的pflat algebra都是一些很特殊的 就是就是对我们这个工作最核心的一些pflat algebra pflatal algebra 现在这概念中的很广 他可以他可以有更更更多一些的这种这种例子 首先都不见到cp 可以 over一个perfectoidal field 所以是一个perfectoidal field 他甚至都不需要 over一个perfectoidal field 又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locally 因为x 现在x就是一个 rigid space rigid analytic space x是一个 rigid analytic space 那么它局部上的 因为它是 smooth就可以了 那么locally它都有一个 一套morphism 到时候你现在根据什么东西呢 你现在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basechain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当然是 这个东西是在这个 prateoutside里面 这里面看什么关键的 就这个东西是 就这个大的东西 它是在prateoutside里面 所以我可以 做一个basechain along 这个 along这个map 那么得到的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呢 也是个perfectoid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个perfectoid 这东西是perfectoid 然后x本身对这个东西就是 所以你最后这个x2的得到什么 对它来讲是 a'tal over perfectoid 的东西 那么可以证明 a'tal over perfectoid的东西 还是个perfectoid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定理 就所谓almost purity 但是这件事情就证明了我下面说的这个事情 就collection of athenoid perfectoid spaces form a basis of prateoutside OK 我们有了这些基本的工作啊 这些基本的工作其实是花了数学家很长很长的时间啊 就是慢慢摸索了 因为我们对pr这个几何就是没有什么直观啊 我们唯一可以借助的就是 就是浮几何类动 浮几何类动 浮几何东西很难推广 那刚才说了一些脱谱上的困难 是都没法直接推广 所以要要另想办法 但是现在这个这个有了perfectoid的algebra 然后perfectoid set 这些东西以后的话 我们就做好了一个基本的把这个仿泰 sir几何化的那个准备了 这个就是relative pihadi series 真正可以做一个relative pihadi series 首先你把仿泰这个sir 就是这个 在doron period shift 这个Fontas BDL Fontas BDL原来怎么做 它是一个做Tilting 对吧 然后cp,cpflat with vector 然后再怎么取这个AddedCompletion ColonelC的ColonelC的AddedCompletion 这样一种在这里边 你是一样可以做 因为现在这个在Pray到SET里边 这些perfect toy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perfect toy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form a basis 你只要对这个basis能做就行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ok我就可以把防碳的东西shimby ok no problem 然后还有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PR的一个独有的东西 叫relative draw and peer to shift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回事 这个东西我还是稍微讲一下 这个东西还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情况 跟辅数的情况就不太一样 我们在辅数的情况里面 这个complex 在辅数的情况下 我一开始讲过 刚才提到 就是说你对应的话是L 这个local system 然后你用它 你用tensor为这个Ox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什么 这个C作为concent shift 自动的欠到这个Ox struck shift 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吹流的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在皮亚的一个里面 就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issue 因为什么东西呢 因为什么东西呢 因为这个这个东西是个concent shift concent shift 这个是non-concent 所以这个东西没法 嵌到所谓的struck shift 因为struck shift 它其实差很多 还大 所以这个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什么东西 就是我造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peer shift 周期的shift 那么这个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把Ox 跟这个struck shift 跟这个 一个是这个struck shift 反映了什么东西 反映了这个base x 本身它的几何 它有一部分呢 是从这个 从这个bdr来的 那这个反映了什么东西 这个反映了什么东西啊 这个反映了是 是就是这个某种 周期 周期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Obdr morally speaking 就是它是一个complete tance product of to run bigger shift bdr with the structure shift Ox 换句话说呢 就是说 我现在就既然我没法嵌进去 我就干脆把它放在一起好 就bdr 啊 tance tance product sox 当然这是morally speaking 这个这个 这个有QP 真正的构造要比这要要杀手很多 这个这个只是说 只是说现在我为了为了能做这样的构造 我把它们放在一起 然后呢好处是说我现在有Obdr 然后的话自动在就带这个 带这个differential 因为这个differential就从Ox来的 所以是bdr linear的 filtred 这种 可以连络 就这个filter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里边实际上 之前一直没有强调 就是bdr filtration bdr has filtration defined by 可以说mine的 你算的by t 就是就是tr的一个就是这种filtration ok 然后呢这个这个filtration 你也可以定义在Obdr上 又filtration 然后 然后这个联络是filter的这个科技联络 换句话说是满足那个griffith transfercality 然后lockdown actitude 就刚才这个我得到的那种 这个x这个base change 得到这个actitude 那么这Obdr 是很好的一个描述的 就是bdr 然后再加上一些variable就可以了 这些variable反映了什么东西 反映了这个这个base x 它的几何信息 还是就两部分 一部分一部分是bdr 这是这是 purey的这个这个这个周期的这些信息 另外一部分还反映这个base 本身的信息 嗯 一点点 对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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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